大家好,我是小应,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之前的视频,我们已经讲过了OBS的下载、安装、录屏 以及如何获得一个比较干净的声音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在直播时,如何让游戏声音、音乐声音、自动避让麦克风的声音 比如你在直播游戏时,游戏和音乐的声音会比较大 当你说话的时候,游戏播放的声音和音乐的声音就会被自动压小 主要突出麦克风的声音,停止说话时,它又能恢复成原来声音的大小 我们来演示一遍这个效果 这个操作步骤稍微有点多,不过并不复杂 首先我要把我要直播的游戏加入进来 还是打开这个小猫游戏 在来源这里,加入游戏采集 命名为我游戏的名字 点确定,模式选择特定窗口 窗口这里选择我们正在运行的小猫游戏 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应该是我的游戏画面 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我的操作界面 我把电脑桌面的层级调到了游戏上面 好我们继续,大家现在应该有听到我游戏的声音 可能我还想播放一个音乐,同时边听歌边玩游戏 好,我在浏览器打开了一个网音云音乐 播放音乐 这个时候游戏和音乐声音都有了 大家看到桌面音频这里,这个音轨在跳动 声音就是从这里输出来的 我把这个音轨关闭掉 现在应该是没有游戏和音乐的声音输出来了 然后我们在加号这里点击应用程序音频采集 命名为我游戏,命名为我游戏的名称 小猫的声音 点确定 窗口这里选择我正在运行的这个游戏 这个时候游戏的声音应该就出现了 点击确定 同样的,我们把网音云音乐的声音也加入进来 点击加号 选择应用程序音频采集 命名为网音云音乐,点确定 窗口这里选择这个谷歌浏览器的网音云音乐 点确定 我们把这个回音器区间拉大一点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 这个游戏和音乐的声音音轨都在跳动 代表OBS已经正常介入游戏和音乐的声音了 声音有点吵 我先把游戏和音乐的声音都关一下 好了 点击音轨后面的这个小喇叭 这个音轨的声音就不会被录制进来了 现在开始做避让效果 我们先试一下说话的时候 让游戏声音避让 我们把它调到-50 这个值很重要 如果不调小一点的话 避让效果的作用就不会很明显 好,点击关闭 现在我们把游戏和音乐的声音都打开 看看说话的时候 游戏声音是不是会自动变小 平时说话的时候 游戏声音是不是会自动回来 这里能听出来游戏声音已经成功避让了 我还想把玩音与音乐的声音也进行避让 跟游戏声音避让一样的操作 在混音器这里 找到玩音与音乐的音轨 点击后面的三个点 选择滤镜 点击左下角加号 选择压缩器 然后把避让的声音调到-50 闪避目标这里还是选择麦克风 点击关闭 好 我再打开这两个声音 看看说话的时候 音乐的声音和游戏的声音 是不是会同时都自动变小 停止说话的时候 声音是不是都会自动回来 有效果 但是大家是不是能感觉到 这个声音压小和回来的都太紧凑了 撑了一下就压下去了 撑了一下就回来了 听起来很不舒服 这就是我们上一个视频中讲 音效设置时说到的 压缩器起始时间和示范 这两个旨在起作用了 打开游戏音轨的滤镜 在压缩器这里 把起始时间设置成100毫秒 让它的声音按照线性缓慢压小 因为我们说话会有一个停对码 让它不要那么快把压下去的声音复原 所以我们这里把示范时间调大一点 直接设置成1000毫秒 让它的声音按照线性缓慢回来 点击关闭 同样我们把网易云音乐这里也设置一下 在压缩器这里 把起始时间设置成100毫秒 示范时间设置成1000毫秒 好 我们再来听听现在的效果 看看说话的时候 游戏和音乐的声音是不是会缓慢压小 让操作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